我的行業就是在做這個 保養美妝 因為其實我自己平常 活動的工作會比較多 然後講座教育訓練也會很多 前一陣子我就接了一個 就是一個算是很大的品牌 的一個講座 他們都是辦北中南這樣子 他的牌法就是從高雄 台中 台北 這樣子從高雄 然後一天一天有散業 往回走 對 往回走 對 然後第一天的時候 國外的老闆會來 等於說第一天會在高雄 因為這種品牌 他們都是有分部門的 然後累時間的跟累活動的 就是在同一個部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累內容的 就是說你當天要講什麼東西 在同一個部門 大公司 對 就是他們會分 然後都累好內容了 前一個月都訂好了 然後都敲好了 然後累時間也都敲好 就是高雄 台中 台北 然後當天到了 我跟我經紀人就坐高鐵 到高雄了 然後也到了會場 怎麼全部都沒有人 空的 你不會覺得很驚訝 然後一直看 對啊 就是這個飯店沒錯 馬上菁姐就打電話 去給累時間那一個 因為有那個通訊軟體 就用通訊軟體打就接了 說你們怎麼沒有看到 你們會場是不是寫錯地方 還是時間是錯誤的 然後對方那個累時間就說 我們今天是在台中 我說台中 不過內容明明就寫高雄 台中 台北 第一天就是在高雄 怎麼會第一天變在台中 他就說沒有 我前幾天有傳給你們 第一天的時間改在台中了 因為場地的關係 就變台中 高雄 台北 對調了 我想說不對 而且 很嚴重 而且你說從高雄再到台中 當然一個小時左右 不然是你還要買票 你還要等高鐵的時間 又不是說你去了就有車可以坐 弄一弄到台中已經三個小時了 然後因為我是上場的第一段 所以我要把它講完之後 後面還會有那些餘性的 比如說可能長官致詞什麼都放在後面 後面就會請什麼樂團或歌手來表演 讓那些貴賓們高興 你沒開始他們不能 對 就不能開始 變成說他們就把所有的東西往前挪 我到的時候已經 大家你看那些貴賓都已經這樣 是要幹嘛 要等什麼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已經要聽不聽了 對 因為我沒出來 我出來就把它講掉了 講掉之後 我跟我經濟人想說 不行 我們要不要把這件事情 跟那個老闆他們講 因為還有高層的在那邊 問題是我們後面還有兩場活動 你如果講了是不是鬧得很不愉快 那就算了 講說算了當下就不要講了 然後也做完了高雄 再做回來台北 做完之後那個大老闆 就是台灣區的大老闆就說 講得很好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大老闆竟然講什麼你知道 他說不過因為你第一天就是遲到 而且弄到很後面 我們國外的高層說你講得真的很好 不過因為遲到這個是不好的 大雞 完全是不行的 而且第一天的貴賓被弄得 有點不耐心 第一天的錢可不可以不要算 這樣子 要扣你 我說都做了 做了 還是把它做完 你可能要扛這個感覺 對 全部都做完了 被黑鍋了 對 全部都做完了 後來我漸漸做不行 因為當場第一天台北做完了 然後蕊時間跟蕊內容的都在 我們就直接把蕊時間的找過 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沒有看到你改時間的訊息 都沒有 連E-mail都沒有 你知道對方改時間說什麼 我明明就有傳那個 通訊軟體給你們 L開頭那個通訊軟體 我就說沒有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我跟你講一定是你們兩個 知道遲到了 所以就把這個通訊軟體的 對話記錄刪掉 我說不可能 對話記錄刪掉它會有一個建議 你叫他手機拿出來看你有沒有傳 你講對了 經紀人就說那你手機拿出來給我們看 你有傳一定會有流通話記錄 你知道他講什麼 講什麼 不好意思我前兩天剛好有手機泡水 所以我的手機全部回來之後 軟體的那種訊息全部都不見了 對 跳到黃色 不過我覺得這個人很聰明 他也有先講 他很像有故意去弄到泡水 還是故意說他的手機壞掉 所以旁邊的同事有幫他佐證 說對 他手機前兩天壞掉了 然後就完全沒有 對 然後變成說 國外的老闆就跟台灣區說 因為我後面還有店頭的活動 就是百貨公司的活動 是連在一起的 那個打電話來取消 就說不好意思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繼續做這樣 因為國外老闆覺得你不守時 會覺得說這樣子的狀況會影響到 如果我後面店頭活動又遲到或幹嘛 這樣子 變成說你就覺得當初為什麼不直接 對 你當初應該要全部把它講出來 就覺得很納悶 可是這個因為你要做這個當面對直的動作 就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對 不過已經對了 然後對方他就是死不承認 他就說沒有 不過有一件事情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太過分了 我可能我的個性太溫了 我就想說算了 因為他後來 因為業界大家都是這個品牌品牌 公關什麼都會這樣互相跳來跳去 那一個對時間他後來到別的品牌 又說什麼 森老師他可能很容易不守時 天啊 那個人應該被你列入黑名單 對啊 那位是你要怎麼去找他講 你講的他還是嘴巴掌在他身上 沒關係 你在節目上講 所以同時你在品牌界的標籤 就是不守時 沒有 我很少說 我很少說 我們現在叫他準時哥 準時哥 發現7點就來說話了 我跟妳講早上7點 早上7點 鄭老師每次錄影都很準時 很早 很早 真的有準時 這個如果你時光倒轉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不要對指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因為他已經做好準備 我覺得要第一天就要把它對掉 因為他手機沒辦法去泡水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回想過來 應該當下就要跟那個 不過因為當下你會想說 我後面還有兩場活動 兩場活動晚還有店頭活動 不要鬧得那麼不愉快